各位主人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圣诞节快乐 所以圣经有告诉我们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 他说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 是光夫万民的 所以今天在大卫城里 为你们生的救主 就是主基督 我们要感谢神 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诞生了 圣经说是光夫万民的 光夫你 光夫我的 因为耶稣降生 祂纪念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为了救赎我们 而流出立月的保血 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圣诞节 一个信息 因为我们大家能够知道 圣诞节耶稣基督来诞生 是爱的一个日识 也是我们传扬祂的爱的一个日识 所以在圣诞节当中 我们有特别在教会 有庆祝圣诞节二十五号 十一二十五号 有圣诞节这个崇拜 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教会 和物部跟英文部 我们有圣诞节的一个崇拜 跟大家来分享圣诞节 到底圣诞节对我们 对你是怎么的一个意义 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 我想每个人来说 就是我们领受了爱 我们要与人分享 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 要与人家分享 所以因为现在的人在生活上 我们看到越来越好 我们就以小朋友孩子来看 他们就有小小就有iPad iPhone 十几岁就有smartphone 从小他们有下一样的东西要更好 就是iPhone12 iPhone13不断的追求 下一样的东西去拥有 他是却失去了一种的欣赏了 一种的享受现在所拥有的 他们对于现有的很快 他们就失去了信心了 他们就闲啊不灵 他们常常挂在嘴里面 是很容易感觉到很沉闷很闲 什么事情都很不灵 特别是圣诞节这个时候最很明显 特别是在等待了圣诞节的来临的时候 等待的时候很兴奋 今天我的礼物是什么 那边是小孩子 圣诞节那一天打开第一份 爸爸送的是最流行的玩具 然后呢 下一个呢 打开第一个礼物妈妈送的是名牌的衣服 然后下一个第三份礼物是爷爷所送的 是最新的游戏机 然后下一个呢 所以打开一份又一份的礼物最后呢 没有了 第三呢 都是包礼物的词 就是那么多 所以一年的一种的空虚的一种的表情呢 这是什么的一个原因呢 已经拥有那么多 但是我们的心 空虚 我们不开心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所以拥有很多很多不是错 你很多钱你财富多不是错不是有罪 可是拥有的话我们却不给出去的话 是不懂得感恩 我们感恩是因为我们白白领受上帝的恩典 我们要会做一个感恩懂得给予的人 因为施比受更为有佛 我们白白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人 我们要懂得以人分享这个恩典 这个爱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人只是想尽没有出 我们只是想得出 得 得到 而不给予 我们只是受而不失 只是要有拥有而却不放松 只想蠢怒而不会分享 结果越富有的越焦虑 越有财迁越多的越空虑 我想你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 而我们基督徒 我们就是跟从主的人 因为耶稣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冷漠的耶稣 所以耶稣他离开天上的龙华 在降世为人是因为爱 所以是因为爱 他本来是很富足的 就是为了我们成了贫穷 叫我们因他的贫穷 我们可以富足 耶稣成了神给人最大的一个圣诞礼物 而这个礼物他还不断的不断的给予 所以他每个早晨都是新的 所以神的爱在基督耶稣里面 原念不断的领到我们 是因为神的爱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丰丰富富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了这份爱 所以圣诞节 就是他提醒着我们圣诞 是神爱人的一个记号 这个爱临到世上的每个人 因为圣经这样说 神爱世人 神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将一切信他的人 神不止灭亡 凡得永生 当圣诞的爱 并不停留在我们身上 若只是我们所有的 我们并没有出口的话 而我们只有敬而没有出 只有悲哀而没有切爱 我们的结局也是很空虚 很沉默 很自大 很自宁的 所以保罗圣经的人物就告诉我们 我们保罗这样说 我们要爱人不可虚假 凡事都不可以归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归欠 因为爱的人就完全的立法 所以这里爱人不可以虚假 不单单只是指爱其他的基督徒 也包括其他的人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立法 不单只是基督徒之间的立法 也包括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对待其他人 所以保罗两次爱就是成全的立法 所以我们基督徒去爱是因为 因为神仙爱我们 我们领受这白白的爱 我们必定需要以爱来回应耶稣的爱 所以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 特别是这疫情的时候 有太多人在哭泣 有太多人在忧愁了 有太多的需要 我们将这个爱跟他们分享 因为有太多人在疫情当中 他们是活在绝望当中 所以将耶稣的爱与人分享 把这份爱将这份爱传出去 失比受还要更为有福的 所以特别是在疫情当中 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买了口罩 或是消毒机送给不认识的人 或是在小房中心里面 免洗碗碟的那个阿嫂阿树 伯伯他们 所以把爱让爱传出去 第二我们可以送一些 适用的日常用品给老人念的老人 把爱传出去 将爱传出去 然后我们也可以送给学校的清洁工人 一张一张的一种的支线卡 把爱传出去 所以送一些饮料 给你就在主后楼下扫地的工人 或是外劳 把爱传出去 同样的你也可以写一些支线卡 或是一些礼物 送给在医院的医生或医务人员 就把耶稣的爱传给他们 可能我们会认为 对一个陌生人徐医的 为他们做一些事或送礼物给他们 我们都不愿意这样做 我们觉得没有意思 所以陌生人不一定有需要 我们情愿的帮助一些孤儿 或是真正有需要的人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对传爱给陌生人 我们不敢兴趣 而我们只会做的 只是对那些对我们好的人 我们才会去做 我们很难去爱那些陌生人 所以当神爱我们的时候 当神爱我们去爱的时候 所以我们去做 做了不要求报 我们是怜悯是因为主在我们身上 不求回报 而我们跟从主的角中 给人生才会有丰盛的人生 我们有尽有处才是健康 所以这是施比授一个神的旨意来的 所以圣诞节我们可以看到 是纪念主的诞生 祂是神送给我们人类最大的礼物 圣诞节也是最好给的时候 所以我们所给的可能很少 但是我们送出去的小小礼物 却是神所写的 所以被爱的我们应该去爱 我们受怜悯的人 我们应该去怜悯别人 被惯怀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去惯怀别人 所以得到礼物 我们应该怎么送礼物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满足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满足 而在教会的时候 崇拜之后 找一位你不认识的人 问他一下 以他谈谈把爱传出去 更认识他 最近有一个姐妹她对我说 她来教会整十年了 参加聚会很少人跟她谈话 她是独来独晚的 她也习惯了 我们当中可能真的 有人很需要你的爱去关注 所以你愿意做一个爱的使者 所以同样的在教会小组主缘 我们也同样可以让爱传出去 将爱传出去 鼓励每一位主缘 同样能够的向上位传递神的爱 把爱传出去 同样的 能否有一天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 希望有人 能对你说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不为什么 因为神先爱我 因为神先爱我 所以作为结论 您在圣诞节的时候 把神的爱传出去 不去回报 只因为神先爱我们 只因为神先爱我们 Amen Amen